大家好我是BC 今天我想讲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这个是想说出我自己个人的心声 经过三个月的行动管制令 开始许多行业都已经恢复运作了 也开始越来越多人可以照常的工作还有做生意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名DJ DJ这份行业大多数都是在酒吧还有夜店的 可是令我最苦恼的是 夜店还有酒吧为什么不能复工 从3月18号到现在6月多了 每次他们有消息宣布的时候 到最后还是得到失望的结果 之前说因为集体所以不能开 可是疫情现在开始慢慢好回了 还是在那边给我们一直等 一直期待他们会说出关于酒吧和夜店的事情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令我们失望了 为什么其他行业就能恢复运作 就比如来说美容院 银丝业 博彩业 甚至云顶集团或者戏院 这些娱乐行业都已经批准了 唯独是酒吧还有夜店还没批准 其他行业能够达成他们设定的SOP 那些开酒吧和夜店的合适又不能 从事夜店还有酒吧的人的工作 倒有一个坏形象的 可是我们是靠置我们自己的双手 甚至我们学历比较低 助身比人低 可是我们赚的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 可是到今天为止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日子 还是令我非常失望的 也许很多人都不懂 夜店的工作千年范围真的是非常广泛 就比如说有DJ啦 服务员啦 保安啦 PR啦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一些 他们都快要没钱撑下去了啦 甚至我做DJ的我也是差不多快要撑不下去了啦 希望你们尽快可以给我们一个复工期 至少我们现在不像一个飞人这样坐着一只灯 可怜像我们这些做夜店还有酒吧的工作者 我们真的是快撑不住了 可怜像我们这些人民 求求你们 真的是求求你们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们大家 做夜店还有酒吧的人 我真的是看到越来越多人真的是快撑不住了 可怜像我们这些人民 可怜像我们这些做完工的人 求求你 希望你们可以给到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复工期